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洪宽 今天是8月17号2017年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当前郭文贵和纽约民主革命大会的一些事 这个事情现在是推特上争论的非常热烈 主要是差不多是一天以前 郭文贵高调的拉黑了唐柏乔和美猴王 这个事情来的非常突然 很多粉丝脑袋转不过弯来 有的人到我这叫骂 让我表态 我本来是出于自保来讲 我不应该谈这个事 因为没法谈 要是谈一些假大空的话 浪费我的时间 也浪费听友的时间 如果我讲这个事情的真相 有可能不可避免的会得罪人 无谓的得罪人 当然毫无意义 但是我这样吧 我还是泛泛的讲一下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在老国爆料这个大东风 紧吹的情况下 开一个民主革命大会 这种开发是不是有商榷的地方 这个开这个会呢 应该说可以开 在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任何人只要有钱有地儿 有时间都可以去开会 讨论任何问题 所以这个大前提是就不讨论 那么具体到唐柏乔先生 在现在 那么他去召开这个会 现在就是成了唐柏乔一个人的会了 那当然他拉了两个垫背的 一个是新浩年 一个是袁洪斌 他们就说 你要是反对这个会的话 你就不仅仅是反对唐柏乔 也反对另外两个人 所以搞得很多人不敢发言 毕竟因为那两个人呢 新浩年和袁洪斌呢 是在过去十多年 二十几年时间里面 是基本上在这个海外民运的边缘了 或者说 当然这个话说他又得罪人了 在家一挑拨 马上就会 有的人就心脏受不了 其实确实是 你看看新浩年说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说这个 他不怕共产党 他怕海外民运 难道海外民运能把他抓起来吗 这个话当然是一种情绪化的 没有必要去深究这种话 袁洪斌呢 现在是讲话的时候 张口闭口就是伪类民运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说伪类民运的是 我把名点出来 我认为伪类民运是王丹 王军涛 胡平 刘青 魏京生 吴洪达 都可以点出名乱 你要是说到海外民运 整体就说是伪类民运的话 这个很容易得罪人 这个不利于团结 这个其实 新浩年先生 刚做的这个视频当中 也有这个倾向 那么他讲到 王炳章的时候 做两个讲座 这个讲到 王炳章先生的一些故事 我也非常了解王炳章 我是有资格评价 他的这个讲座的 那么讲到 王炳章先生的故事的时候 到了关键的时候 新浩年先生没有给出第三者的名字来 这个让听众就会觉得 你们怎么回事啊 你们海外民运全是坏人啊 都是害王炳章的呀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海民运当中支持王炳章的啊 这个非常多 包括我本人坚定支持王炳章 从来没有妥协过 从来没有退缩过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些小问题啊 都可以通过更多的沟通 可以解决掉 这个 唐柏乔先生呢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海外民运 在美国吧 就是他基本上自己也说了嘛 告别海外民运 从哪天哪天开始 海民运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这种话都说了 就说明那么 唐柏乔自己已经 自己排除在海外民运之外了 海外民运当中呢 他的战友很少 那么他在这个场合 召集这样的会 能引起多大的反响 这个是存疑的 尤其是涉及到另外一个事 就是在这个会之前 就是老郭拉黑唐柏乔之前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或者四五天 老郭曾经做了一个 非常这个情绪化的一个视频 说唐柏乔就是他的亲兄弟 比亲兄弟还亲 就是只要不管这个人怎么样 我不管他 这个你别人怎么看咱们交 只要他对我好 我就对他好 这个在个人交友层面 完全正当 咱们实际上每个人交朋友 都是这样的 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就是这个社会上流氓无赖 他也有朋友 为什么 他的朋友 人家不会 人家只看这个流氓无赖 这个人对我好不好 他对我好 我就把他当朋友 我相信我本人 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相信任何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当然也不能绝对话 有的人他讲就交朋友 君子之交淡如水 但是老郭当时那个表态 说无条件的 只要唐柏乔支持我 我就支持他 这个话放在个人层面 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也是任何人不应该去批评 老郭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很多人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生活当中碰到困难 有人愿意帮我们 我不管他是不是犯罪分子 是个流氓 或者是别人非议他 他只要愿意真心实意的帮助我 我就会以诚相待 我跟他交朋友 其实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 这个人和人打交道呢 讲的是一种缘分 一种这个无可非议 但是现在老郭这个爆料呢 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候了 他现在要调动群众了 他要搞运动了 他需要不相关的人 第三者出来帮他了 阻挡 然后搞护员会 甚至开全球的动员大会 革命大会 民运大会 这个时候老郭的这种个人背书 就不是很恰当了 这个在个人交友方面 那么唐宝乔可以跟老郭去磕个头 可以去拜把子兄弟 这个都对的 但是如果说老郭为这个大会 唐宝乔的这个大会去背书 这个就会有非常严重的伤害 对于这个大会的定性非常不利 那么这个实际上底下有很多批评利件 老郭呢 在显然是听进去了 老郭所以后来有一个 在船上喝了酒又说了 就是说直接否定 这个纽约的这个大会 就是唐宝乔这个大会 那么这个来得很突然 那个美猴王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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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女士 他呢 做出了激烈的反应 激烈反应 大概是唐宝乔出于好心 想去安抚他 就是他是个女士 女士容易受伤 那么就去又做了一个视频 这一下大概是关系就搞坏了 实际上这里边都有一些 应对上的一些教训 这个林女士啊 实际上是也是反应过当了 毕竟老郭不是你的情人 他也不是你的丈夫 他也不是你爹 也不是你兄弟 你有情绪的时候呢 应该比较艺术的表达 你尤其是在公开场合 一定要考虑到维护老郭的公开形象 他的公众形象很重要 对于老郭这样的 这个妖魔级的 这个幽灵式的人物 他的力量 很多力量是来自某种神秘性 所以作为他的粉丝 真正爱护老郭的人 一定要想办法 从各个方面考虑到 维护老郭的力量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林小姐的反应 确实是过当 唐柏乔的那个视频 跟他我看了 其实也没有大错 没有大错 唐柏乔还毕竟 他混了这么多年嘛 他毕竟是在这个圈子里边 有一些民主的这个素养 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问题不大 我相信从大家都看到 老郭的这个拉黑 他们的这个反应 还能看出来 老郭对老唐的意见 肯定是在那 二十多分钟的 那个那个那个 私人语音当中 可能有些话 说的有点过了 这个人和人打交道 交情没到那个份 有些话是不能说透的 我说到这儿 我是在鞭词我自己 我自己在说一些 对一些我不太 这个相关人 没有很深的交易 讲的全是心理话 这样的话会伤害我 长话短说 我认为现在在纽约 开这个民主革命大会 实际上是不成熟的 实际上是不成熟的 你借的这个东风是老郭 在这个会上不可能不谈老郭 那么唐柏乔又不可能召集 绝大多数民运的 这个骨干人物来参加 那么只能说大部分来自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人 你想想能够自由进出 中国大陆的 他能是一个 他能是个什么人 他只能是特务 对吧 绝大多数的吃花群众 一般的这个推友 不太可能那么自由的 到纽约去大摇大摆的 来参与这个会 所以我担心这个会 有可能去开成一个特务大会 这是第一 第二就涉及到资金 那么如果老郭不出钱的话 那有可能是从民间集资 那民间集资 那中国共产党可以给你集资啊 他可以给你汇钱啊 你给我一个账号 我给你汇钱啊 那个中国共产党通过他的白手套 东南亚的 或者甚至美国的白手套给你来 那么我们派几个人去开会 你能拒绝吗 那么你这个会开完了之后啊 就等于是帮着中共的情报机构 搜集情报 谁去开会了呀 会上讨论的什么东西呀 能不能把我们共产党的意思 也在会上得到弘扬啊 对吧 这种会啊 不是民运人士应该 应该花精力 让他们特务去搞嘛 我们干嘛去给人家搭这个戏台子 给他组织这个会呢 这是这个没有意义啊 这个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 那么第三个方面 本来是说要直播啊 这个大会要直播 直播就是一种群众动员 你现在别说号召民主革命了 你只是说一般的出来脑袋顶个锅 甚至把自己的真容啊 拍个视频像我这样 说我支持郭文贵啊 郭文贵这个揭露了王岐山 这个盗国集团揭露了海航 这样的巨大的化工维斯 这样的盗国集团啊 是对中国的反腐的一个巨大贡献 这样的话 绝大多数华侨 我接触下来 绝大多数留学生 包括受到美国啊 六四绿卡保护的学者 博士 硕士啊 工作好几十年的这些人 绝大多 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敢啊 同志们 这是什么情 不是说他们不懂老郭的价值 不是说他们看不到老郭爆料的意义 是他们的恐惧 他们不敢 每个人都有家庭 这些家庭都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就是一个 土匪控制的地方 他可以像高之胜那样 瞬间让你失踪 就让你消失 所以说 在美国的这个动员工作都那么难 更何况在中国大陆 你让他来参加这个会 回去他就失踪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贸然的开这样的大会 是不成熟的 这个是一种左穷冒动 我们写中共党史的时候 他们经常批 最后为什么毛泽东胜出了 就是毛泽东改 在这个该部出头 该表现这个统战 柔和策略的时候 他不冒进 这是毛泽东比较狡猾的地方 我们现在贸然的 开这样的民主革命大会 这么高调去开 最后吃亏的是民主运动 最后是帮了中共特务机关的忙 实际上过去三十年以来 民运开了无数次的会 几百场几千场 绝大多数都是出钱的单位 台湾的基金会 美国的基金会 甚至中国的白手腕 弄出来这种基金 都是他们想对 比如中共开了个什么会 他们很想听 海外反对力量 什么看法 那么他们中共就会掏钱 让一个人挑头 把这个全城路云 都弄到中国安全部去听去 就是去干这个的 所以说 绝大多数的民运的 所谓的这种会议 都是帮着情报机构 收集情报的 它没有 实质上是帮不到民主运动 真正的民主运动会要开 而且要反复的开 要不断的开 民主运动开会 真正的会 是要凝聚共识 是交朋友 是互相了解了之后 如果全国 全美国有几百个 这样的地方支部 大家觉得有必要全国 这个协调一下 开个会 交流交流 这个各个组织的地方 我们引导人 见个面开个会 好吃好喝 这个大家找一个舒服的地方 好吃好喝 睡好 然后大家见个面认识 是知根知底 开会的人 如果不是直接认识呢 他一定是直接认识 人推荐去的 所以这个能做到保密 真正讨论一些 有意义的课题 你像纽约这样的 唐卖乔招来这些人 他不一定全认识 那么你最后只能是 一帮特务大会 对于这样的会 我认为老郭给他缴了局 给他喊停 我觉得非常好 老郭毕竟是 人堆里混出来的 什么骗局没看过呀 所以我们要相信 老郭的这个智慧 这个跟老郭走不会错 明天是818 老郭还有一个重磅的 一个爆料 我们期待着 好吧 今天呢我就讲到这 抽空了 讲的是啰里啰嗦 我是李洪宽 今天是8月17号 2017年 再见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就是一个 土匪控制的地方 它可以像高之胜那样 瞬间让你失踪 就让你消失 所以说 在美国的这个动员工作 都那么难 更何况在中国大陆 你让他来参加这个会 回去他就失踪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贸然的开这样的大会 是不成熟的 这个是一种左穷冒动 我们写中共党史的时候 他们经常批 最后 为什么毛泽东胜出了 就是毛泽东改 在这个 该不出头 该表现这个 统战柔和策略的时候 他不冒进 这是毛泽东比较狡猾的地方 我们现在 贸然的开这样的 民主革命大会 这么高调 去开 最后吃亏的 是民主运动 最后是帮了 中共特务机关的忙 实际上过去三十年以来 民运开了无数次的会 几百厂几千厂 绝大多数 都是出钱的单位 台湾的基金会 美国的基金会 甚至中国的白手腕 弄出来这种基金 都是他们想对 比如中共开了个什么会 他们很想听 海外反对力量 什么看法 那么他们中共就会掏钱 让一个人挑头 把这个全城路云 都弄到中国安全部去听去 就是去干这个的 所以说 绝大多数的民运的 所谓的这种会议 都是帮着情报机构 收集情报的 它没有 实质上是帮不到民主运动 真正的民主运动会 要开 而且要反复的开 要不断的开 民主运动开会 真正的会 是要凝聚共识 是交朋友 是互相了解了之后 如果全国 全美国有几百个 这样的地方支部 大家觉得有必要全国协调一下 开个会 交流交流 各个组织的地方引导人 见个面开个会 好吃好喝 大家找一个舒服的地方 好吃好喝 睡好 然后大家见个面 认识是 知根知底 开会的人 如果不是直接认识呢 他一定是直接认识 能推荐去的 所以这个能做到保密 真正讨论一些 有意义的课题 你像纽约这样的 唐宾桥招来这些人 他不一定全认识 那么你最后 只能是一帮特务大会 对于这样的会 我认为老郭给他缴了局 给他喊停 我觉得非常好 老郭毕竟是 人堆里混出来的 什么骗局没看过呀 所以我们要相信 老郭的这个智慧 这个跟老郭走不会错 明天是818 老郭还有一个 重磅的一个爆料 我们期待着 好吧 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儿 抽空了 讲的是啰里啰嗦 我是李洪宽 今天是8月17号 2017年 再见 对去拜靶子兄弟 这个都对的 但是如果说老郭 为这个大会 唐巴桥的这个大会 去背书 这个就会有 非常严重的伤害 对于这个大会的定性 非常不利 那么这个实际上 底下有很多批评利件 老郭呢 在显然是听进去了 老郭所以后来有一个 在船上喝了酒 又说了 就是说直接否定 这个纽约的这个大会 就是唐巴桥这个大会 那么这个 来得很突然 那个美猴王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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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女士 她呢 做出了激烈的反应 激烈反应 大概是唐巴桥出于好心 想去安抚她 就是她是个女士 女士容易受伤 那么就是 又做了一个视频 这一下大概是 关系就搞坏了 实际上 这里边都有一些 应对上的一些教训 这个 这个李女士啊 实际上是也是反应过当了 毕竟老郭不是你的情人 她也不是你的丈夫 她也不是你爹 也不是你兄弟 你有情绪的时候呢 应该比较艺术的表达 你尤其是在公开场合 一定要考虑到 维护老郭的公开形象 他的公众形象很重要 对于老郭这样的 这个妖魔级的 这个幽灵式的人物 他的力量 很多力量是来自某种神秘性 所以作为他的粉丝 真正爱护老郭的人 一定要想办法 从各个方面考虑到 维护老郭的力量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林小姐的反应 确实是过当 唐柏桥的那个视频 跟他我看了 其实也没有大错 没有大错 唐柏桥还毕竟 他混了这么多年嘛 他毕竟是在这个圈子里边 有一些民主的素养 所以他的这个问题不大 我相信从大家都看到 老郭的这个拉黑 他们的这个反应 还能看出来 老郭对老唐的意见 肯定是在那 二十多分钟的 那个私人语音当中 可能有些话 说的有点过了 这个人和人打交道 交情没到那个份 有些话是不能说透的 我说到这儿 我是在鞭词我自己 我自己在说一些 对一些我不太 这个相关人呢 没有很深的交易 讲的全是心理话 这样的话会伤害我 长话短说 我认为现在在纽约 开这个民主革命大会 实际上是不成熟的 实际上是不成熟的 你借的这个东风是老郭 在这个会上 不可能不谈老郭 那么唐柏乔又不可能 召集绝大多数民运的 这个骨干人物来参加 那么只能说大部分来自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人 你想想能够自由进出 中国大陆的 那他能是一个 他能是个什么人 他只能是特务嘛 对吧 绝大多数的吃瓜群 到了关键的时候 信号年轻人没有给出 第三者的名字来 这个让听众就会觉得 你们怎么回事啊 你们海外民运全是坏人啊 都是害王炳章的呀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海外民运当中 支持王炳章的啊 这个非常多 包括我本人 坚定支持王炳章 从来没有妥协过 从来没有退缩过 所以这个 这些小问题啊 都可以通过更多的沟通 可以解决掉 这个唐柏乔先生呢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海外民运 在美国吧 就是他基本上 自己也说了嘛 告别海外民运 从哪天哪天开始 海外民运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这种话都说了 就说明那么 唐柏乔自己已经 自己排除在海外民运之外了 海外民运当中 他的战友很少 那么他在这个场合 召集这样的会 能引起多大的反响 这个是存疑的 尤其是涉及到另外一个事 就是在这个会之前 就是老郭拉黑唐柏乔之前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或者四五天 老郭曾经做了一个 非常这个情绪化的一个视频 说唐柏乔就是他的亲兄弟 比亲兄弟还亲 就是只要不管这个人怎么样 我不管他 你别人怎么看南北桥 只要他对我好 我就对他好 这个在个人交友层面完全正当 咱们实际上每个人交朋友都是这样的 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就是这个社会上流氓无赖 他也有朋友 为什么 他的朋友 人家不会 人家只看这个流氓无赖 这个人对我好不好 他对我好 我就把他当朋友 我相信我本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相信任何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当然也不能绝对话 有的人他讲就交朋友 君子之交淡如水 但是老郭当时那个表态 说无条件的 只要唐柏乔支持我 我就支持他 这个话放在个人层面 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也是任何人不应该去批评 老郭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很多人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生活当中碰到困难 有人愿意帮我们 我不管他是不是犯罪分子 是流氓 或者是别人非议他 他只要愿意 真心实意的帮助我 我就会以诚相待 我跟他交朋友 其实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 这个人和人打交道呢 讲的是一种缘分 一种这个无可非议 但是现在老郭这个爆料呢 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候了 他现在要调动群众了 他要搞运动了 他需要不相关的人 第三者出来帮他了 组党 然后搞护员会 甚至开全球的动员大会 革命大会 民运大会 这个时候 老郭的这种个人背书 就不是很恰当了 这个在个人 我是李洪宽 今天是8月17号 2017年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当前郭文贵和这个纽约 民主革命大会的一些事 这个事情现在是推特上 争论的非常热烈 主要是差不多是一天以前呢 郭文贵高调的拉黑了唐柏乔和这个美猴王 这个事情来得非常突然 很多粉丝脑袋转不过弯了 有的人到我这叫骂 让我表态 我本来是出于自保来讲 我不应该谈这个事 因为没法谈 要是谈一些假大空的话 浪费我的时间 也浪费听友的时间 如果我讲这个事情的真相 有可能不可避免的会得罪人 无谓的得罪人 当然毫无意义 但是我这样吧 我还是泛泛的讲一下 这个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在老郭爆料这个大东风 紧吹的情况下 开一个民主革命大会 这种开法是不是有商榷的地方 开这个会呢 应该说可以开 在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任何人只要有钱有地儿 有时间都可以去开会 讨论任何问题 所以这个大前提是就不讨论 那么具体到唐柏乔先生 在现在 那么他去召开这个会 现在就是成了唐柏乔 一个人的会了 那当然他拉了两个垫背的 一个是辛浩年 一个是袁洪斌 他们就说 你要是反对这个会的话 你就不仅仅是反对唐柏乔 也反对另外两个人 所以搞得很多人不敢发言 毕竟因为那两个人呢 辛浩年和袁洪斌呢 是在过去十多年 二十几年时间里面 是基本上在这个海外民运的 边缘了 或者说 当然这个话说 他又得罪人了 在家一挑拨 马上就会 有的人就心脏受不了 其实确实是 你看看辛浩年说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说这个 他不怕共产党 他怕海外民运 难道海外民运能把他抓起来吗 这个话当然是一种情绪化的 没有必要去深究这种话 袁洪斌呢 现在是讲话的时候 张口闭口就是伪类民运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说伪类民运的时候 我把名点出来 我认为伪类民运是王丹 王军涛 胡平 刘青 魏京生 吴红达 都可以点出名了 你要是说的 他不是说 别有 然后 我来